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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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构想这个咖啡吧的造型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引用了建筑本体的一个理念 在布局平面时 它的形状和我们摆放的角度 是跟建筑主体的退台造型是有一个呼应 建筑的外面和里面的一些结构 已经很强烈体现了一些造型 我们在思考当中 我们会利用现有的造型 把我们实在的空间分布起来 让使用起来更加有趣 更加有一个亮点 从潮这个设计里面开始 我觉得跟海碧台在坐在这个位置 其实是很搭配的 而且配合度很高 它有那种的一个家的感觉 也有一个很休闲的放松的一个状态 来到这边的人 从城市过来的话 脚步很快 在这边很自然就会放松 放慢 其实你也留意得到 这边你没有发觉到很多的强体 因为希望来的访客 走动的时候 它更加的舒畅 它可以想转左就转左 转右就转右 看公司的喷嚏 是个杯咖的咖啡 我觉得它们的主导性很强 而且更加切合到 它们修设放假的心态 这就跟整个城市的一个节奏 这个步伐 无论你在哪一个实惯 都可以达到一个平静的心情 因为这边你可以个人享用 或者与朋友闲聊 品查 在家工作的 也能来到这个优雅的休息厅 继续获得更多的灵感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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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